自从DIY烘焙以来 饼干中做的最多的就是马格丽特 他以自己特有的口感 征服了家里的男女老少 他的原料也很简单 只有残酷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美妙 马格丽特小饼干的做法步骤 1.蛋黄过筛 用小勺协助碾碎 2.再从筛子底部刮下筛好的蛋黄 3.黄油软化加糖用打蛋器打至颜色变浅 4.分次加入过筛的蛋黄 每次都要充分混合后再加下一次 5.筛入粉类 6.轻轻揉成面环 冷藏放置30分钟 7.团成小球 8.排入烤盘 用大拇指压小球中间 四周自然开裂 9.放入预热180度烤箱 25分钟 饼干变黄即可 小窍门 1.蛋黄要完全煮熟 不能有糖心 2.用低粉的话 配方式低粉100克 淀粉100克 其他不便 3.糖粉是让饼干更加细腻 可以把普通白糖用搅拌机打碎代替 4.揉成团时不要反复揉 以免影响口感 最好用手一点点抓成团 5.绝对值得一试 1.p 5. 3. 4.